向分析七宗罪 不,应该是轻轻松松七宗罪 希望大家帮忙 点赞订阅和分享一下 看订阅状况 帮更编辑部、正向部、沙漫器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也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将直播节目和节目都帮忙传播出去 所以曾经说何永然说 加强公公住户资产审查 车辆价值会纳入资产计算 这个... 我明天会讲一下 明天会讲一下,因为现在已经... 一讲了这件事,有一件事本来想着是不会跌价的 现在也会跌价 就是车位 明天早晨莽第一线讲 因为今天没有想着讲这件事 何永然那里,其实我认为是要做的 计算一下车,计算一下其他那些东西是值多少钱 有没有住宅,有没有厂房 其实那些都是要计算的 你没有可能给一些人长期佔用公屋的资源 这些应该做的 我不会说随便反对政府做的事 我从来都是实事求是 有些人当然说不是 我转等你转等屈政府的 那我就告诉你,不是 现在,还有就是李隆基,Chris 涉嫌如期居留的那件事 现在我看到有报纸说他可能要坐两年牢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可能的 如果你让他坐两年牢 这个就浪费香港米饭 香港法例虽然是写着 其实 违例的人最高可以被判两年和罚款五万 但是情况通常就是驱逐出港而已 所以应该不用唱定 这个铁枪红类的 哈哈哈 不过他也可以学定 免得在臭格那里也可以唱一唱 哈哈哈 对不起,我不想这样说他 但是我是忍不住说的 因为这个大姐实在是太好笑了 为什么我说这个大姐做的事实在是太好笑了 因为整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闹剧 香港其实我觉得整件事是很苦闷的 香港的人是很苦闷的 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说的 总之有人可以提供一些笑料 那他就笑了 大家一起笑 最初我也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公共性的 但是那些人的反应我才觉得是好笑的 哈哈哈 其实是那些人的反应 我为什么会笑 当然是那些人的反应很好笑 哈哈哈 其实李隆基说真的 他是不是提款机 老实上我不认为他是提款机的 因为我觉得他和 怎样说呢 那些包含她的那些人 或者包含她的那些人 对不起,这样又可能是侮辱女性了 那就是包含一个大姐 其实是一样的而已 你说会不会真的将一些资产给他 和他结婚那些 说一下就会了 你当李隆基傻的吗 这个是傻佬来的 你觉得他不会是这么傻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么 何理玉呢,他就说 香港市民已经养了这么多议员废材 不怕多一个了 哈哈哈 那这样就冷静八十八了 不要了 哈哈哈 有一个罪犯很贵的 那么 币域佳人就说 臭格没有公刺 臭格有个马桶在这里嘛 可以用的嘛 还有一个蹲刺的嘛 要不就有 哈哈哈哈 又有某次了 应该是某次了 应该这么说了 那 最初就是犯法就是犯法 那其实 没错 他真的是犯法的 如期居留 但是香港有多少人 真的看到如期居留 那你可以用东方的标准 东方的标准就是如期居留的那些是假懒文 哈哈哈 这个 Chris就是假懒文 哈哈哈 或者假疑文 你说他是假疑文 因为他告诉别人他是优才嘛 哈哈哈 这些呢 如果东方可以写 现在要驱逐这个假懒文 哈哈哈 好笑 那 Kennif Moe 就说 那基哥就可以脱身了 脱得好 英俊了 哈哈哈 哈哈 那威依汪汪就说 现在每天都这么苦 有笑了 就很享受 这些是无双大雅的 我也要笑一下 那他和 就是学定唱 鐵枪红蕾都没问题的 无自由 失自由 伤心痛 心眼泪流 我行初潘步 一世仇 痴亲 心上头 我失足今世子为情厚 如今岁月 又又问你 怎么担心弃虎到白头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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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 Lithel Embedded 就是提款机 就是买卖交易 我经常说 这些是商业活动 哈哈哈 一买一买 哈哈哈 给足钱 就要多恩爱 有多恩爱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他们要浪费恩爱 给足钱 就要多恩爱 哈哈哈 对吧 那么 那么 荷尼玉就说优财 就是担优财的财 那么Edward Leung 都说我每天都优财 其实很多人都每天都优财 哈哈哈 那么 这个 烧米饼就说 在香港 只能不能提港币 那么提人民币 就仅值钱 哈哈哈 哈哈 不知道他们会提什么 现在是 喏 所以呢 那些人说 哇 他临老日花蟲 会做什么花肥的那些 哈哈哈 怎么会啊 哈哈哈 其实通常有些人才知道 我有讲一些常识 就是有些人会做花肥的 就是真的有人会做花肥的 为什么呢 就是 不是出来玩开的 就是那些男人 不是出来玩开的 他就去一些宽墙 沉了船 这些也是常识来的 因为有 我经常都说 常识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常识 你讲的话 可能很好笑 但是最后的结论一定是错的 为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说老牛吃乱草 老牛吃乱草 其实 这个情况 严格来说 都不是什么老牛吃乱草 为什么我说这个严格来说 不是老牛吃乱草 其实就是 他给钱玩而已 真的 而且那一条也不是什么乱草 其实 汪友说得对的 这只李隆基是公刺 哈哈哈哈 是公刺 如果是公刺 当然有人会说 你这么侮辱他 不是我腹顺蜂友的说法 那些蜂友是这么说 我跟着说 不是我发明的 这句话是我跟别人说的 那 你一个老男人去公刺 那怎么算是吃乱草呢? 对吧? Kokimi 说得对 就是野花不用施肥 其实 就是 可能如果听得久的人 都听过 就是花肥的故事 就是做花肥的 上大陆 其实通常都是一些 在香港 责男的人 他上到内地就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接着就 他以为那个女朋友 真的跟自己是爱情 接着原来是一场交易 那爱情 原来那个女人 有一个真正的爱情 真正的爱情 就是在内地 有一个男人 有些人是会 就是 当然很惨 上去想去探望老婆 或者探望女朋友 接着结果 就是撞破了 要加一个引号 老婆或者女朋友 他跟另外一个人的姦情 你撞破了 你如果是忍不住气的 你是当场揭露他的 那两个人 把你败掉也是很正常的 把你败掉 把你埋了做花肥 我这么说 那些人说很吓人 以前在大陆很多这些案子 现在我不敢说 是不是有很多 现在的治安好很多 但是 以前是有很多这些案子的 何利用就说得对 这是初歌 其实李隆基不是初歌 他一直都有包尔拉 其实也不止一个尔拉 是有二三四五的 其实 这些江湖全民 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如果你说他 会变成做花肥 那我就告诉你 不会 这是经验老到的哥哥 没有这么容易做花肥 如果你 怎么做花肥呢 就是通常都是一些 不太知道男女之间的关系 那些人 才会容易被内地的欢祥女子押 其实是 好像李隆基那些见惯大场面 他怎么会这么容易被欢祥女子押 所以是交易 就是我的看法 那 初初就说 吃什么没所谓 最重要是吃完要付钱 当这些就说 你一三五五二四六大有人在 以前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你以为他收了你 还几块钱 你真的包了他吗 他外面还可能有个男朋友 就是 如果撞破了 他真的 那个男朋友 真的可以杀人滅口 在国内其实已经试过很多单 那 Danny Laiusk 就说情长老手 Wing CC 就说基哥是玩家 是啊 所以是玩家 严格来说 这些 我就说这些不叫老牛吃乱草 就是 还有就是 那条女儿也不是什么善女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那条女儿也不是什么善女的时候 有些事情就不是这样说 我的看法就是 威依汪汪就说 现在应该很少香港花肥吧 他说有得选择内地女孩 未必会选择香港的男孩 但是 他不是真的喜欢你 你要明白 就是 为什么叫做花肥 真的是 杀了你之后 把你放在花草 所以真的是做花肥 你 这些是 宽祥特有的事情 其实是 所以谭京一就说 李生真是老当益壮 优秀的男人 真心佩服 你说李家超 哈哈哈哈哈哈 李生真是先人跳 严格来说 他通常都是谋财而已 很多时候不会害命的 这些就 但是你撞穿了他 就有可能 会出事了 其实就是这样 喏 Danny LHK 就说 这些是商业活动 是啊,这些是商业活动来的 其实还没有合约而已 那么 Wallro 说一条鸡虫异矣 没错 这个是你说得对的 那么 那 烧米饼就说 一三五二四六 那些不是包养 是助养 那么他们有些人很惨的 就是他们真的不知道 他上到去的时候 才撞破了 那么 又忍不住气 忍不住气 结果两个人倒了 也有 这些案子是听过的 其实一定有的 其实有些人可以找回 因为国内这些案件 其实很多人都会写出来的 现在 他们会说的 那四哥就说 宽祥没有真爱 是的 宽祥没有真爱 还有 譬如 你看到 有几个小妹子出来说 你怎么可以成为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或者 你真是英俊了 那些一定是妹子 那些不会是真的 哈哈哈 好了 那算了 我说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再说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 我看见到你了 不是不关心的 我可以继续 就先来说 我看见到你了 那些事 有点 有点 那些事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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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